無論如何的 喂,你是這麼熱嗎? 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我麥斯玲一場的 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又是我這個狀版中年麥斯玲 歡迎回到第十集的狀版中世紀,文歌喜舞 音樂其實跟這個運動都很有淵源的 尤其是滑板,你去板場的話有時會看到那些板友 就開了一個MP3在播歌,甚至乎你看一些比賽,甚至奧運 你都會看到那些運動選手,拿一個iPod那些 塞著耳朵來踩,為何做運動的時候要聽歌 聽歌對於做運動有什麼影響,什麼時候應該聽,什麼時候不應該聽 就會講講這些,運動小知識 音樂對於人的影響,有一件很簡單的就是影響他的情緒 好像片頭那樣,雖然誇張一點 有些運動的情緒比較高漲 但如果你播一些很悲哀,很慢的音樂 是完全教會令到你這個人完全沒有動力去做這件事 快,節奏比較重的音樂,可以提振運動員的精神 就是讓他快點進入狀態,尤其是有些運動 就是你做的,做起來都辛苦的,體力付出很大的 那你聽著一些振奮精神的歌,讓你比較容易傾向這個 這個正確的思考,就比較容易捱過那些辛苦的位置 另一個應用都用了很久 集中精神的其中一個儀式 如果一個運動員練習的時候習慣聽過一首歌 他在比賽的時候,聽回那首歌就會比較容易進入狀態 但是熱身的時間就會短一點 那個表現就會比較接近練習的時候的狀態 還有運動也很講這個flow 心理學的flow其實都應用得很多 中文叫心流 這是一個七十年代的概念 其實我們這一代很多人會叫它做 鬆,即是黑字的藍頭那些 你進了鬆的時候 那個人的反應就會快 那個集中力會超級提高 就是一下子整個人捱起了 我自己之前也有講過 就是danger鬆那個 其實這個心流 無論你是flow也好,鬆也好 其實都是一個physiological 加這個psychological 生理和心理結合之下的產品 所以為了運動員更加快 或者更加容易進入他的鬆 基本上什麼手段都會用 包括很簡單的就是音樂 但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就是其實音樂是一種destruction 譬如你開車的時候聽音樂 很多時候會令你分心,炒車的 有些study也做過 就是同一個task 你聽著音樂做和不聽著音樂做 不聽著音樂做 反而做得更加好 因為你的人會更加集中 你的記憶會更加清楚 但既然音樂是一種destruction 為何做運動 尤其是比賽的時候 反而要用音樂去destruct那個運動員 最大的原因就是 用音樂來battle anxiety 尤其是如果運動員經驗不夠 如果去協場的話 這個音樂就絕對有這個 幫它鎮靜的作用 如果用這個鎮飛機來做比喻 如果用這個鎮飛機來做比喻 我們平時一般行路 鎮滑場機沒有儀錶板 當然什麼都不用看 你喜歡扭去邊就去邊 但當你踩板的時候 其實你要關注的東西多了 包括路面的狀況 你自己身體的姿勢 你的速度 那些feedback 你有很多不同的數據 就需要關注的 其實就好像 飛機上面那些儀錶板 那些什麼風速計 什麼速度計 轉速計 油門 耕翼 起落架 油量 那些儀錶板 其實是密密麻麻的 當你習慣了的時候 那你當然知道 哪些需要看 哪些不需要看 那你都可以很輕鬆地遇到 但是當你做tricks 看的儀錶板 起碼多了一倍 就是重心的分布 有沒有太左太右 你那個food placement 做得好嗎 做那個速度 是不是optimum的速度 太快 或者太慢 既然做tricks 都有多了這麼多東西要顧 比賽的時候做tricks 哇 你要兼顧的東西更加多 包括現場的環境 那些人吵不吵 那些評判 今天是不是 是不是個個選手 都炒到一獲金呢 那這樣其實 你會給了很多壓力 和over thinking 給自己的 就好像你一個人 要拿一架熱刺大戰的轟炸機 那你可能有百多個儀錶板 要看的 集中力是有限的 那你不可能看完所有的東西 那如果當你比賽的時候 掛著看這些儀錶板 忘記了你自己應該做的事情 即是手忙腳亂的話 那絕對會影響你的表現 這個時候就是 為什麼音樂要出場的時候 音樂出場其實有點像 而它是好像一些霧一樣 其實是遮住了你的儀錶板 那個精神 即是放了去音樂的時候 自然有些資訊 你是會消失的 那當你的集中力受干擾了 你顧不完所有的東西的時候 你就唯有集中精神 顧你最重要的那幾樣 那個情況又少少 像二次大戰那些戰鬥機 即是當你平時飛的時候 你當然看完儀錶板 但是當你和敵人 在進行前鬥生死格鬥的時候 你基本上就不會看過儀錶板 你的精神力 就全部放在敵機上 其他東西就會用你 自己一般的習慣來做 即是那些轉向、操縱 靠你平翼的練習 來進行這個自動波 我相信沒有人會在這個 生死存亡的時候 還顧著看我的油夠不夠回去 我的flap有沒有放下來 每個人會在箭頭上 這樣檢查自己的機器 你會這樣檢查的話 你基本上分了心 你就基本上死定了 所以比賽的時候也一樣 就是音樂這個distraction 其實令你感受不到部分的資訊 你要顧及的東西 其實就少了 去到最後 你只會用你平日 練習了千多萬次的動作 來做 即是automation的東西 所以你看到 在這些很high-end的比賽 奧運也好 世界賽也好 個個都是塞住的耳朵 其實就是用這個音樂 幫他們focus 我們平日一般的skater 真的不是經常比賽 平日練習 我們應該什麼時候要聽音樂 或者什麼時候要不聽音樂呢 其實這個也有巧妙的 既然音樂是一種distraction的話 看回之前的幾輯 我們學滑板 其實是很講這個 記憶和集中力的 當你在學trick的時候 你的記憶和集中力 受到影響的話 其實你是會學得慢了 所以你學trick 或者練trick的時候 是不應該聽音樂的 當你學會了trick eat skateboard sleep skateboard suit skateboard 的時候 你就可以聽音樂 你會把trick和音樂 關聯在一起 某些trick 當你練到有 有trick的motor memory之後 你才應該去聽這個音樂 如果你踩板的時候 是為了玩的 其實就沒什麼所謂 選擇得對的音樂 可以幫你提升你的 mood 如果你跟著節奏 跟著 flow的話 甚至對於你的動作有幫助 尤其是你玩什麼跳舞板 要跟著節奏的 節奏跟得到 當然好過時快時慢 所以 踩板和音樂 其實兩樣東西 是經常都混在一起的 踩板的時候 可以聽音樂 學trick的時候 最好不要聽著 等你建立了那個 motor memory的時候 才開始聽音樂 或者有些trick 你打極都打不好的 覺得自己心煩意亂 聽過音樂 也可以理順你自己的情緒 減少了一些無謂的思緒 也可以幫助你做好那個trick 聽音樂 當然要注意音量 音量就不要太大 每個人選擇的音樂都不同 如果我播得太大聲 影響了別人 別人會不會打我呢 我真的不知道 所以 我出去玩的時候 我都是戴這些 自己的headset 我縫自己的耳朵 即是我不會縫到別人 有些人會不會打擾 踩板的文歌喜舞 今集的內容就是這麼多 原本《撞板中世紀》 是預十集的 接下來還有兩集 StayTune 再見 再見 再見